佩佩 放上 即將挑戰中正萬華立委的民進黨議員吳佩毅 趁著週日全代會大造勢前 跑團 趕團 再走入基層 和年輕朋友正在一起 連兩屆立委與立營友好的林昌佐 2024選擇交棒 藍白夾沙下 吳佩毅說沒壓力是騙人的 會延續過去林昌佐 對青年議題的關注 在地的連結跟情感也是我比較大的優勢 新任小姬力拼更上層樓前進國會 還有太陽花世代 接棒中和立委江永昌的吳甄 能夠去延續江永昌委員 在中和的進步的執政 把張慶忠家族 這樣一個傳統的地方金權勢力 一定要阻攔下來 今晚2020民進黨國會囊獲61席 中二難投補選後 再加上友軍奧援 一口氣增至66席 2024當然想延續國會過半優勢 總統當然很重要 但是立法院過半的力量也非常重要 大家都對 總統高票國會過半 賴清德很清楚要雙贏 但恐怕沒想像樂觀 放棄連任的像是蔡世穎 江永昌及陳歐珀 劉世發 能否成功招棒仍是未知數 另外初選後走向分裂的 台東獲得黨提名的賴昆成 和可能獨立參選的現任立委劉兆豪 可能上演強碰廝殺 這道北市王世堅 何志偉派系壁壘交鋒 甚至屏東蘇正清招棒兒子 還直接投奔國民黨蘇清泉談合作 連中二選區成功搬倒岩家的林靜怡 2024這場隨著蔡政府八年執政告一段落 選民的檢驗確實壓力山大 在全國包括我們自己提名的候選人 或是民主大聯絡盟 看了很多年輕的心血出來 符合社會的期待 能夠來爭取選民的認同 在選舉的時候 執政黨總是比較有包袱 2020年蔡英文勇奪817萬票 一舉讓民進黨完全執政 四年過去想下架民進黨的正面高場 民進黨得要推倒 靜靜文謝謝劉威廷 蔡鳳報道 駕駛